这个星期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常周末假期 加上热量来袭 不少人计划到海边玩水消暑 虽然卫生部早前警告 美国全国多地海水细菌含量高 到海边潜水游泳或冲浪 都可能会导致严重疾病 但是民众丝毫不担心 纷纷踏浪而去 在洛杉矶一些著名的海滩周围 都放置了多个禁止游泳的告示牌 不过到访者不是没注意到 就是选择忽视 带着一家到小到海边享受明媚的阳光 一些受怀者甚至表明 他们不知道卫生当局发出过 禁止到海边游泳或泄水的指令 根据官方解释 海水细菌值过高 主要是由大量降雨引血 受污染的水质会流向海洋 导致细菌含量增加 如果民众在这期间下水 很有可能会感染疾病 受污染的水质会流向海洋